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聂子云外出赚钱 吴浅林操持家务 闲下来 聂子云便教妻子些治病救人的手段 万一遇见上门问诊者 不至于耽误人家病情 唯有一点不许妻子开药 毕竟她嗅觉失灵 出差错就不好了 经过夫妻俩努力 短短三年便开了医馆 聂子云成为小有名气的郎中 吴浅林的医术也渐渐高明 生活总算有了改善 她以为日子能越来越好 那支出了意外 一日 聂子云见几位药不够了 决定去山中采药 临行前妻子道 我跟你一起去吧 也好有个照应 不多时 二人来到山上 聂子云望着漫山遍野的药材 惊喜道 眼下正值草药生长的茂盛期 多采一些回去买个好价钱 吴浅林笑盈盈低头采药 临近傍晚 聂子云正欲换妻子回家 只听啊一声惨叫 吴浅林静失足跌落山谷 聂子云吓得丢下贝瓢 飞速朝山下跑去 奇怪的是 等到山脚连个人影 也未见到 聂子云大声呼喊 无奈山谷只回荡起自己叫声 遂哭道 我的妻啊 想不到你竟遭此劫难 回家后 聂子云终日戒酒消愁 整个人受好几圈 任谁看了都心痛不已 不料半月后 吴浅林竟回来了 这日 聂子云正在家中喝酒 呼听门外转来敲门声 开门一看吓得半死 原来是妻子 聂子云颤声问道 我的妻 是你吗 吴浅林哭道 是我呀 夫妻抱头痛哭 据吴浅林称 摔落山崖后 他掉落在山洞中昏迷几日才行 期间 他借洞内野花野草冲击 直到前两日 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大声呼救 终被一个猎虎发现 闻听此话 聂子云忙拉妻子检查 发现他除了身上有骨一箱外 无任何问题 这才放心 而后 夫妻俩像往常一样生活 只是那骨一箱一直不散 令聂子云十分好奇 这日 承熙徐富豪家差人请聂子云上门问诊 到那发现得病之人并非徐富豪 而是他儿子徐武申 他躺床上昏迷不醒 聂子云轻轻掀开被子准备好脉 竟闻到与妻子身上一模一样的香味 聂子云定住心神 里里外外 为其诊治一番 发现他气血亏空 身体消耗得厉害 遂问徐富豪道 令公子近日可否好事做多 徐富豪道 这个问题先生自可不必知道 只需为我而开要即可 聂子云点点头 写下方子 自知从徐富豪这问不出什么 聂子云便与徐家下人闲聊 偶谈聊到徐武申身上的香气时 下人自豪道 先生有所不知 徐家之所以能在城中站住脚 除了做腌制生意 还有一门独门绝技 下人称 徐家调制香料堪称一绝 凡用此香者 除了提神醒脑安神助眠 香味还可经久不散 聂子云好奇道 哦 有如此神奇 下人哈哈大笑道 不夸张地说 就算将人踹入茅坑 香味都不散 告别徐家 聂子云忐忑不安 心想难道真是无浅灵骗我 半月来一直与这家伙鬼混 若非如此 那二人香味一样又作何解释呢 这时 他忽然想到一计 到时自可验证二人关系 回到家 聂子云装作若无其事 冲妻子喊道 这一路饿坏我也 快准备饭菜 等饭菜上桌 他一顿狼吞虎咽 片刻便吃个精光 酒足饭饱后 聂子云忽然哀悠一声 紧接着飞速跑进茅厕方殿 等出来后又进去 来来回回好几趟 他大喊道 兴许吃极了 肚子不太舒服 帮我煎药 吴浅林不作迟疑 忙回屋找药 等要煎好 吴浅林道 快出来吃药吧 聂子云虚弱道 我实在痛得厉害 不如帮我端茅厕来吧 吴浅林一阵恶心 碍于丈夫情况特殊只好照做 那只打开茅房门一看竟没人 就在这时 门后的聂子云突然一脚 直接将妻子揣进茅坑 吴浅林怒道 你这是何意 聂子云略带歉意道 我是和你开个玩笑 我们走吧 而后 聂子云偷偷闻他身上的味道 那谷义香还在 不禁感慨道 就是这个味儿 他冷冷问道 那半个月 你究竟在哪里 吴浅林顿了顿 怯生生道 不都说了 掉进山洞 聂子云怒喝道 你撒谎 我明明闻见你与徐武申身上的味道相同 若非朝夕相处 香味从何而来 见事情败露 吴浅林只好说实话 原来 徐武申久居外地经商 一个月前应徐富豪所差 特回到吴县 此人十分好色 一回来便四处打听美人 得知吴浅林姿色绝美 故以看病为由来拜会 虽说 聂子云一向勤劳能干 几年也赚不少钱 和徐武申相比却是九牛一毛 吴浅林被金钱打动 终决定与他做成好事 不过贸然离家难免不妥 恰逢夫妻俩上山采药 吴浅林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和徐武申上演一出跌落悬崖的戏码 其实他早就被救到徐家 叶子云未找到妻子无比失忆 不曾想他正与旁人恩爱 实乃天大笑话 半月后 吴浅林拿钱回家 本以为事情做得滴水不露 谁知他因嗅觉失灵 忽略身上香味 故此露出破绽被丈夫知道 得知实情 叶子云眼泪夺眶而出 悲伤道 亡我一心一意待你 你竟做这种事 实在不可原谅 他立即回屋写修书 连夜将妻子赶出家门 吴浅林无处可去 决定去找徐武申 不料徐富豪一见他便怒道 就是你这妖妇 害我而病重 来呀给我打 话音刚落 府内便冲出几个壮汉 一顿拳打脚踢 吴浅林被打得遍体鳞伤 终扑失街头 不久后 徐武申也不知身亡 在看聂子云 自从独自生活 他便一门心思 钻研医术 终成为一代名医 后来 因医术高超救了位大人物 那人为表示感谢 将女儿许佩计他 二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清朝乾隆年间 开封府西华县有一姓宋的老汉 早年逃难到此 机缘巧合下 得到城中陈富豪赏识 不仅教他商骨之术 还将唯一女儿陈氏嫁给他 起初 二人恩爱有加 还欲有一子名叫宋天兴 可陈富豪去世后 宋老汉独揽大权 整个人变得金鱼算计 抠门小气 以往陈氏过贯妇家小姐生活 顿顿有鱼有肉 身着零罗绸缎 自打丈夫掌权 他每日连饭都吃不饱 锦衣华服 也变成粗布 宋老汉未省钱 把家里下人打发走一半 陈氏还得做粗活 最要命的是 宋老汉对儿子也非常苛刻 整日必须跟母亲一同干活 吃醋茶淡饭 可怜的宋天兴 由于营养跟不上 瘦小且多病 陈氏心里不是滋味 他也曾找丈夫理论道 家里也不缺钱 为何要过苦日子 宋老汉冷冷道 岳父活着 钱都是他老人家赚的 你花钱 无可厚非 如今是我在赚钱 我要你听我的 有何不妥 后来 陈氏实在受不了 气得提出和离 宋老汉不怒返校 拿出房契的气道 早在岳父去世前 所有财产都归我 你离开一毛钱也拿不到 陈氏傻眼了 只得带儿子默默回屋库 宋天兴自幼懂事 时常安慰母亲放宽心 一切都会好的 陈氏美美望着儿子笑脸 便会欣慰不少 牧子本以为 总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哪知即将大祸临头 且说这日 宋老汉外出收账 等回来时天色已经全黑 晚上寒风瑟瑟 他又冷又饿往家走 心中暗自后悔 早知道这么饿 途径包子铺就该买几个 这时 宋老汉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座新坟 坟上供着许多吃的 他眼前一亮 忙跑过去胡吃海塞 酒足饭饱后 见还剩不少 骂道 一个死人还这么浪费 不如给活人吃 说吧 将剩下的打包 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到家后 见妻儿已睡下 宋老汉心中不悦 强行叫二人起床 说道 你两个没良心东西 我给你们弄吃喝 你们连等都不等我 紧接着把吃的扔上桌 宋天兴响理论 却被陈氏拦住 他笑道 既然老爷一番美意 我们一定尝尝 说完拉过儿子吃饭 等吃完 才敢回屋睡觉 而后不知为何 家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短短半月三间铺子 相继关门 宋老汉急火攻心 病倒在床 陈氏望着 奄奄一息的丈夫 落下眼泪 二人好歹夫妻一场 说没感情 那是假的 陈氏哭问道 老爷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会变成这样 宋老汉 犹豫好久 才敢说出 那晚他偷死人贡品的事 陈氏气得直跺脚 骂道 你怎么能干出这事呢 宋老汉后悔道 我也没想到啊 哎 不如找个道士看看吧 说吧 吩咐下人进屋 在其耳畔嘀咕几声 下人答应道 好嘞交给我吧 次日道士应邀上门 只见他贼眉鼠眼 根本没有先锋道鼓的模样 陈氏皱眉 诉说一遍事情经过 道士眼睛一转 说道 哎呀 你家的是相当好办 看我的吧 说吧 道士装枪做事 拿出八卦镜做法 又拿出陶木剑笔划几下 约莫半刻钟才收手道 好了 事情我已摆平 往后不会有鬼为难你们了 宋老汉文言 笑道 多谢道长 我就知道区区一个小鬼不成气候 哪知三日后 宋老汉病情继续加重 就连陈氏也感到胸闷气短 宋天兴见父母如此 急道 不说事情摆平了吗 为何还会这样 这时 下人匆匆来报说 道士暴毙家中 据官差说 此人并非道士 而是个江湖骗子 陈氏气得口吐鲜血 问下人 为何要找他来家坑人 下人道 是老爷 为了省钱 要我去找他 陈氏缓缓回头 看向宋老汉 突然口吐鲜血 崛气身亡 见夫人死了 下人们以为是鬼报复 纷纷吓得收拾细软跑路 宋天兴体格单薄 哪能阻止的了 只得看着好好一个家 给搬空了 随后一段日子 不少生意伙伴都来讨债 宋天兴没办法 只得变卖家产 一一还债 雪上加霜的事 宋老汉见财产落入别人口袋 也一命呜呼 宋天兴心如死灰 处理完父母后事 决定离开此地 一路上 宋天兴总觉得有东西跟着他 回头一看又没人 心想准是父亲招惹那鬼怪作祟 可眼下自己身无分文 哪里有钱请倒是帮忙 只得走一步算一步 辗转反侧 宋天兴来到福沟县 他早已鸡肠鹿鹿 寻思先讨点饭吃 连续讨了几户人家 也没要来一口饭 宋天兴的眼泪 不争气流出 心想若非父亲小气抠门 自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地步 走着走着 他又来到一户人家 心想此次不成只有饿死了 宋天兴轻敲几下门 出来应门的是个老妇人 他问道 有事吗 宋天兴道 老婆婆我想讨口饭吃 老妇人道 进来吧 说罢招呼他进门 就在他关门刹那 忽然来了一阵阴风刮开了门 老妇人面色一变 随后他笑道 小伙子 等等我这就给你钱弄饭去 不多时 老妇人端着碗恶心的猪食走出来 道 小伙子吃吧 宋天兴 称怒道 老婆婆 虽说 我是乞丐 你也不至于羞辱我吧 老妇人急道 快吃了 否则 你我都没命 见他不像说谎 宋天兴 只得硬头皮吃 猪食脏 且臭他边吃边吐 后来又上了几次茅房 才算完 老妇人扶着宋天兴进屋 说道 现在没事了 她问道 老婆婆 我知道有东西跟着 可我不解的是 为何 你要我吃猪食 他就走了呢 老妇人解释 跟着宋天兴的鬼 并非一只 而是一群饿死鬼 这种鬼一旦招惹 便不死不休 除非要他们看见 你比他们更惨才肯罢休 方才要宋天兴吃猪食 为的就是折腾他 饿死鬼们 一看宽心不少 这才暂时离开了 而老妇人的丈夫 就是被饿死鬼缠死的 也就不难明白 她为何知道这些 得知实情 宋天兴盲贵谢救命之恩 老妇人摆摆手 又问道 小伙子 饿死鬼是不会主动害人的 难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宋天兴将以往经过诉说一遍 老妇人道 难怪 当日你爹偷拿的 应该不是什么心坟 而是一众 无家可归鬼魂的衣冠种 此日 老妇人带宋天兴找到事帮忙 终于化解此次灾难 而后 宋天兴住在老妇人家中 在其帮助下 做起小本生意 为感谢老妇人 宋天兴任其做干娘 母子俩开心快乐地一起生活 清朝嘉庆年间 许州有一姓苏的老瓦将 妻子死得早 和儿子苏凌峰相依为命 一晃二十年回去 苏凌峰长大成人 不仅跟父亲学做一手好活 还娶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妻子名唤王若兰 乃是外乡人 生得柳叶湾美 樱桃小口 平日里 他贤惠且孝顺 任谁见了 都忍不住夸赞 可惜 父子俩时常外出做工 有时一走便是几日 留王若兰独自在家 别看王若兰没念几年书 却深知许多道理 尤其已婚妇人 独自在家 最忌讳与陌生男人搭讪 所以 父子俩只要外出 他便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给歹人可乘之机 一日晌午 天色十分阴沉 眼看就快下雨 王若兰到外面收衣服 这时 忽然听见门外传来阵阵哭声 他扒开门缝朝外看 竟是一老妇人 坐在门口痛哭 王若兰动了侧隐之心 开门问道 夫人 您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妇人一见来人哭得更欢了 哭罢多时 才道 爱 一言难尽啊 妇人自称警示打外相来 丈夫死后和儿子李允泽相依为命 此子性情拙劣 平日对他非打即骂 如今为了娶亲 竟将他赶出家门 眼看李允泽铁了心不养自己 虽决定寻找远方堂兄 陪他一起去衙门告状 可左等右等 不见堂兄来 这才坐在这儿哭起来 闻听这番话 王若兰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 虽万分同情警示 于是擅作主张 将他请进屋子招待 休息一会后 警示觉得多番打扰有些不妥 便挽起袖子忙活起来 他一会洗衣服 一会儿披木头 还要烧火做饭 王若兰本想拒绝 无奈警示坚持 只得随了他的愿 待饭菜上桌 王若兰尝碗 不由地竖起大拇指称赞 不多时 天静下起雨来 王若兰劝道 眼看天宫不作美 您那堂兄也没来 碰巧我夫家外出未归 您住一宿再走吧 警示瞧了一眼门外点点头 经此一夜 王若兰愈发觉得 警示人豪且 心灵手巧 于是 有一个大胆想法 眼下苏老汉一直未续嫌 不如将他介绍给公爹 二人结为夫妻 平日里 也好有人跟自己作伴 打定主意 王若兰同警示说了此事 见他没拒绝心中一喜 只等公爹回来 再做决定 此日 苏家父子回来 二人见家里多了个人 忙问怎么回事 王若兰将经过讲述一遍 苏老汉看看警示 面色羞红道 此事不急 待我二人相处一阵再说 话虽如此 哪知没等五天 那警示便搬到苏老汉的房中睡 苏灵风瞧这情形 对妻子笑道 想不到此次外出 回来 竟多个娘 王若兰道 是啊 往后还需要对娘好一点 一家四口没过多久 一个年轻的木匠找上门 见到警示便下跪道 娘 我终于找到您了 可否原谅孩 原来 此人便是李允泽 据他所说 警示走后 那堂兄带官差找上门 经过一番劝解 使他幡然悔悟 如今 只求警示回心转意 回来见证他大婚 警示文言气不成声 狠狠抽打儿子 一旁苏灵风 夫妻忙过去拉着 王若兰劝道 娘 李大哥毕竟是您的心头肉 还望您饶恕他吧 经过一番劝解 警示决定原谅儿子 随后 警示问道儿啊 何日成亲 李允泽道 三日后 警示看向苏老汉 问可否愿意参加儿子婚礼 苏老汉道 都是一家人有何不可 三日后 我们全家都去 当晚 苏家留李允泽吃饭 酒过三旬 苏灵风笑道 李兄 为何见你似曾相识呢 李允泽打趣道 兴许我俩上辈子是兄弟 此话一出 一家人全笑了 转眼婚期已至 苏老汉带全家来参加婚宴 只见李允泽身着新郎服前来迎接 一阵寒暄过后 他冲母亲道 娘 我那妻子家礼数甚多 需要家中女眷去接亲 警示看向苏灵风 求道儿啊 可否让娘带若兰帮忙接亲 苏灵风点头 那王若兰从小到大 也未经历过此事 兴冲冲地跟着警示一同去 婆媳走后 李允泽招呼苏家父子落座 他给二人珍满酒杯 说道 多谢爹和兄弟能来参加喜宴 我不胜感激 特此敬二位一杯 说罢一饮而尽 父子俩不好拒绝 未等开席便喝了一杯 哪知没一会儿 二人觉得头晕脑胀 趴倒在桌上 等醒来时 父子发现李允泽早已无影无踪 进屋一看 里面全无任何布置 丝毫没有喜庆气息 这时一老汉走进来 怒道 说好了租半天房子 为何还不走 原来 这里是李允泽临时租的一间房 装样子骗苏家的 苏灵风惊讶道 他们为何要骗人 难道是为了若兰 苏老汉点点头 说道 前些日子吃饭 我便看见他时常偷描而袭 想不到此人城府这么深 竟顾个妇人骗我们一家 而啊 你仔细回想下 可否认得此人 经过回想 苏灵风忽然眼前一亮 想起一个月前 自己给一主家做工时 曾见过此人一面 碰巧那日 王若兰来送饭 兴许自那时起 他已起了色心 并开始筹谋 苏灵风忙跑去问那主家 主家称 此人的确叫李允泽 有个母亲姓景 景氏十分骄纵儿子 为他连死都不怕 苏老汉文言 叹息道 想不到二人真是母子 那景氏为儿子 宁愿舍弃自己 苏灵风急道 爹 您别光顾着感慨 眼下该怎么办呢 苏老汉呵呵一笑 拿出块泥巴飞速捏个泥人 口中念念有词 待一切做完 苏老汉道 不出一日 那景氏绝对会带儿媳回来 果然次日清晨 景氏带王若兰上门 扑通贵岛哭求苏老汉 高抬贵手 王若兰一见丈夫 顿时气不成声道 我原以为是好事 哪知被这母子骗了 昨夜 李允泽欲对我行不轨 就在这时 他不知怎么了 一个劲喊肚子疼 还说瓦将害他 我一听便知是你们 苏老汉笑笑 转身对景氏冷冷道 现在你二人去衙门自首 李允泽尚可活命 否则 他得疼死 景氏咬咬牙 点头答应 不到一个时辰 仅是母子主动自首 苏老汉也收了神通 此后 王若兰愈发谨慎 更不会随便发善心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看着面善的人 很有可能是披着羊皮的狼 李月欣自小就被定了亲 但他从不曾见过自己的未婚夫 他见眼前 这人应邀而来 以为他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犀利糊涂地竟被贼人哄骗进了房间 北宋时期 江南有个叫白淑珍的 自小与富商李家的小姐李月新定了亲 白家原本也是有钱人家 但白淑珍的父亲早逝 他的母亲不善管理 很快家中财产散尽 房屋都卖了出去 在白淑珍十八岁那年 他母亲也病死了 为给母亲办丧事 他花光了家中最后一点钱 已经穷得 接不开锅了 李月新的父亲 见白淑珍家中的情形 怕女儿嫁过去受苦 有些后悔当初许下的娃娃亲 可李月新不是个贤贫爱富的人 他想着 既然是幼时就定下的亲事 没有长大后 因对方贫穷就退亲的道理 眼见李月新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可白淑珍因为穷到连聘礼都出不起 所以一直没来上门提亲 无奈之下 李月新与母亲商议 打算瞒着父亲将白淑珍偷偷从后门叫进家里 给他一些钱财 让他能够来李家下聘 白淑珍收到了李母差人送的消息后 很高兴李月新还愿意和自己成亲 也想立刻就到李家去 可他此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实在不好意思登门 于是他来到了表弟周瑟家 希望能借一身衣服 周瑟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 他听白淑珍说了来借衣服的缘由后 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他谎称 自己的衣服白淑珍穿起来不合身 需要拿去改一改 让白淑珍等两天 自己却跑到了李家后门 对守门的人说 自己是白淑珍 应邀来拜见李母 周瑟虽然人品不好 但长得却是人母狗样 李母见他上了门也没多怀疑 他本想就这么将下聘的钱财交给白淑珍 又转念想到 不如让自己的女儿也出来相看 再让女儿把钱财交给白淑珍 这样一来 以后女儿嫁到白淑珍家中后 也会更有底气 于是李母便将李月新叫了出来 让二人在花园中相会 自己则带着人离开了 周瑟本想拿了钱财就走 此时看见李月新却有些走不动了 李月新生得名谋好齿 身材玲珑有致 那鲜鲜细腰更是不迎一握 周瑟当场看直了眼 色心大起 周瑟本就长了张能说会道的巧嘴 在他的花言巧语之下 李月新被哄进了花园旁边的小屋 与他眼里的白淑珍提前入了洞房 两人临别前 李月新不仅送了白淑珍原本包好的钱财 还将自己的金钗也递给了他 他不断提醒着白淑珍 让他早日来家中提亲 周瑟将钱财和美人都弄到了手 此刻心情大好 寒寒乎乎地硬了下来 周瑟回家后 又在家中脱了白淑珍几天 这才将衣服借给了他 还交代说让他进李府时要从大门拜见 这样才显得庄重 白淑珍听信了周瑟的话 到了李家的大门口 当日李父正好不在家 李母以为白淑珍是来下聘的 虽然觉得他着急了些 但还是赶紧将他迎了进来 白淑珍进门后 朝李母失了一礼 说自己应邀前来拜见 李母见白淑珍后大惊 仔细盘问了他一番 发现上次上门的原来是个骗子 他顿时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是好 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李月欣 李月欣得知这件事后 比李母更为绝望 他想到自己已经与之前的骗子 做了夫妻间才能做的事 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见白淑珍 他让人将一套金饰送给了白淑珍 还带了一句话 说白淑珍来得太晚了 自己决定不嫁给他了 这套金饰就是补偿 白淑珍听到这话觉得奇怪 他追问李母 想要将事情问个清楚 李母也说不出口 正在两人纠缠时 突然有人大喊 李月欣上吊了 李母忙去看望女儿 但已经有些迟了 李月欣被救了下来 虽然没死 但是一直昏睡不醒 李母强忍悲痛 请白淑珍离开 白淑珍只能呆呆地捧着金饰出了李家的大门 白淑珍回家后也难过了一阵 而后去周涉家还借来的衣服 还跟周涉说了李月欣寻死的消息 白淑珍走后 周涉在家中连连感叹 这么一个美人竟然就要香香绿允了 周涉的妻子 月知奇怪他为何知道李月欣样貌 周涉支支吾吾不肯细说 最后在月知的逼问之下 才把自己做的事情说了出来 月知为自己丈夫做的事情感到羞耻 他在房里哭了好几日 出来后便问周涉要了修书 自请回家 不愿再与这样一个人做夫妻 李富回家后 听说白淑珍上了门 而后李月欣便意图寻死 以为是白淑珍上门欺负了女儿 于是他带着人打上了白淑珍的家 将他绑回了李家 李富说 白淑珍差点逼死了自己的女儿 女儿一日不行 白淑珍便绑在家中一日 女儿若是死了 那就让白淑珍陪葬 李母知道白淑珍是无辜的 可他自己也参与到了这件事中 到现在还不知道 骗见了女儿的贼人到底是谁 他害怕李富责骂自己 于是没敢说什么 陆小凤是个游侠 最喜欢断案 这一日他游历到此地借宿李家 听到李富讲起这事 觉得其中有些蹊跷 便见了白淑珍 让他将事情经过讲述一遍 在白淑珍诉说的过程中 陆小凤注意到了周摄这个人的存在 就默默记在了心里 随后又找到李母 问他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事 李母见瞒不过去了 便将女儿被贼人骗见 而后因此寻死的是说了 从李母口中 陆小凤得知李月欣 还送了那贼人一支金钗 当下心里有了盘算 陆小凤觉得周摄此人可疑 又从白淑珍口中得知周摄最喜欢穿皮衣 于是便装作贩卖皮毛的商人 去了周摄家附近 周摄听着卖皮毛的吆喝声后 果然从家中走了出来 他见皮毛颇贵 就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金钗 问能不能用金钗换 陆小凤一见这金钗 便知道那贼人定是周摄 就把他抓去了李府 周摄打死不认 说那金钗是他妻子月知的 月知听闻消息后 带着修书也来到了李家 他说自己早就已经和周摄合离 又把那天周摄说漏嘴的事情讲了一遍 周摄见无可抵赖 只好低头认罪 他被气愤的李府打断了一条腿 关进了柴房 白书真被放出来后 李府对他很是愧疚 李母感谢月知的帮助 又见他长得与李月心有几分相似 此母之心大动 认了他做干女儿 然后劝说李父将月知当作女儿嫁给了白书真 由于李父只有李月心一个女儿 所以他打算把白书真当作自己的儿子 在自己百年后 由白书真继承李家家业 照顾昏迷不醒的李月心 白书真与月知婚后一直住在李家 他们两个都是善良的人 对李父和李母很孝顺 对昏迷不醒的李月心照顾的也很细心 三年后 李月心竟然从昏睡中苏醒了过来 一醒来 他就想起自己的遭遇 又哭着要寻死 这时月知拦住了他 将三年前的事情给他讲了一遍 又说自己早已和白书真商量好 如果李月心醒了 那么白书真就会迎娶李月心 后来白书真又与李月心举行了一场婚礼 婚后 他与两个妻子举案其眉 相敬如宾 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周舍被打断了一条腿 三年来一直关在柴房 李父只给他一口饭吃 饿不死就行 李月心苏醒后 周舍被押到李月心面前跪地认错 然后被赶出李府 他贫病交加 不久就去世了 掌柜的 这件蛋黄长裙真美 不知要多少银两呢 小颜问道 掌柜说 分文不取 表示裙子挑中小颜 免费送又何妨 他笑盈盈将裙子打包好 并送他离开 可以转身 掌柜突然变得猙獰 他走进挂满人皮的地下作坊 继续赶至下一件裙子 清朝时期 吴江承熙有一姓其的寡妇 十五年前 他大着肚子奄奄一息 倒在城门口 多亏几个好心人施旧 才侥幸活过来 众人纷纷嘘寒问暖 让其寡妇十分感动 可当问他遭遇何事时 他却绝口不提 只说丈夫不幸去世 他怀着孩子逃难至此 众人动了侧隐之心 尽全力帮助其寡妇 没多久 他便安定下来 并生了女儿小颜 起初母女俩靠街坊四邻救济生活 日子一久 其寡妇过意不去 决定外出赚钱 在没来吴江前 她说自己 曾是为化妆师 平日靠给富家女 风尘女上妆赚钱 眼下为了维持生计 决定做老本行 其寡妇手艺了得 她上的妆容深受女子喜爱 上至五旬老妇 下至二八少女 皆是她的粉丝 久而久之 其寡妇赚不少钱 日子也逐渐好过 转眼十五年过去 小颜长成婷婷少女 在母亲耳濡目染下 化妆造诣也很高 她决定女成母业扛起养家重担 这日 乃其寡妇最后一日工作 她受委托给宝月楼几位 风尘女子化妆 可进门后 不由得一愣 就见她们一个个比以往漂亮好几倍 所以问怎么回事 老宝笑盈盈走过来 说道 果然 一点变化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是我给她们置办新衣了 老宝称 城中新开家裁缝铺 掌柜手艺极好 她带丫头们缝制了新衣 穿上后 好像变个人 简直太神奇了 说吧 拿过一件递给其寡妇 哪知 其寡妇看罢脸色大变 栽倒不省人事 老宝吓一跳 吩咐人将她送去医馆 一听母亲病了 小颜 风风活活赶来 等其寡妇苏醒后 问她是否因太劳累了 其寡妇所问非所答道 女儿啊 你一定记住 千万别去那裁缝铺 别去啊 小颜被弄晕了 不过见母亲神色慌张 只好点头答应 此后 其寡妇在家养病 小颜代替她上妆 哪知没多久 便出现一件怪事 这日 小颜到宝月楼上庄 就见几个衙役正在询问老宝 老宝泪眼婆娑 以语无伦次 她凑过去一听 得知原来是有俩风尘女不知何原因 暴毙而亡 二人死状蹊跷 皆面色轻子 下身僵如石块 老宝害怕才报了官 经武座检查发现 二人除尸身过度僵硬 并没其他问题 牙医在四周巡视后 也没发现可疑痕迹 所以认定二人死于突发疾病 此案不了了之 听牙医这么说 老宝只得默默接受 他走到一具尸体旁 哭喊道 丫头啊 你死得冤啊 明明刚买了新衣 怎么就走了呀 闻听这话 小颜忽然想起母亲主妇的话 不禁心想 莫非封尘女的死跟裁缝有关 小颜凑到尸体跟前 仔细打量衣服 发现并无奇特之处 按道 看来 我得走一趟裁缝铺了 三日后 小颜瞒着母亲悄悄来到裁缝铺 这儿门脸虽不大 却挤满来试衣的人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掌柜 正在为进店的顾客们介绍衣服 她一见小颜便笑盈盈走过来 问她可否有喜欢的衣服 不妨试穿看看 小颜仔细回想 封尘女的衣着 四下环顾一番 竟没发现同款 于是摇摇头 老掌柜眉毛一现 道 看来没有能入姑娘法眼的衣服 不妨跟我进内屋看看 说吧 领着她进了最里面那间屋子 一进屋小颜便被琳琅满木地花裙所吸引 尤其挂在最中央那条蛋黄长裙 最为吸引人 她忍不住一阵夸赞 说要试试黄裙 黄裙好似为小颜量身打造一样 穿上后 她宛若仙女下凡似的 小颜道 黄裙多少钱 我要了 掌柜笑道 既然衣服选择了姑娘 老朽便免费送你 说吧 仔细将裙子包好递给她 小颜笑盈盈接过裙子 一个劲儿向老掌柜致谢 离开才缝扑 望着小颜离开的背影 掌柜露出诡异笑容 转身进入另一间屋子 在她关门刹那 一张人皮赫然出现在门口 回家后 小颜迫不及待穿长裙给母亲看 全然忘记去裁缝店的目的 见女儿好似换了个人 其寡妇不住夸奖 问裙子在哪买的 小颜不敢说实话 只说东街才缝扑来了为新裁缝 小颜实在太喜欢这条裙子 连睡觉都穿着 那只半夜 突然觉得呼吸沉重 仿佛被什么东西压中胸口 她想喊其寡妇帮忙 却发不出声音 她想下地 却发现下身毫无知觉 简直比石头还硬 情急之下 小颜卸掉手上玉镯 狠狠摔在地上 这时 一个人悄悄走进屋 小颜以为是母亲来了 殊不知竟是白天那老掌柜 临近次日晌午 其寡妇也没见女儿 遂进屋寻找 当走到小颜床边时 傻眼了 只见她的皮被人剥掉 人早已死去多时 其寡妇简直不敢相信 当即抱着女儿尸身 嚎啕大哭 正当她痛哭时 背后一声音道 想不到 时隔多年 我们又见面了 其寡妇转身冷冷道 她穿了诗衣对不对 那日在宝月楼 我便知是你找来了 只见老掌柜站在她面前点头道 若非诗衣 她怎会死呢 这诗衣 是裁缝利用秘法 拿人皮缝制的衣服 活人穿上后 裁缝便可用秘法控制穿衣人 老掌柜先让人短暂变美 再让人窒息 下身僵硬 达到害死人的目的 最后包下人皮 重新缝制衣服 小妍便和俩风尘女一样 误穿失衣 被老掌柜害死 其寡妇道 你可知被你包皮的是谁 老掌柜面色一变 颤声问 不是你徒弟吗 其寡妇又哭道 是我们的女儿啊 闻听此话 老掌柜如遭雷击 冲到其寡妇面前 问怎么回事 其寡妇道 当年离开你时 我已经怀孕了 原来 老掌柜和其寡妇 本是一对夫妻 老掌柜经营一家裁缝铺 不过她天资有限 做出的衣服 没人愿意穿 正当苦恼时 碰见个邪道 告诉她制造失衣的办法 老掌柜一咬牙 从乱坟岗挖了一具尸体 制成衣服后 人穿上果然与众不同 从那往后 她便用人皮制衣 不过乱坟岗死人有限 虽决定另谋人皮 碰巧其寡妇 是衙门的入恋师 于是 她让妻子帮忙 割媒人认领死尸的皮 后来 连衙门也满足不了 老掌柜竟丧心病狂 杀人取皮 久而久之 其寡妇忍受不住 逃出她的魔爪 不过走时她已经怀孕 等到吴江刚好 即将临盆 哪知十五年后 老掌柜找来 阴差阳错杀了女儿 得知实情 老掌柜仰天痛哭 玄疾挥刀自尽 其寡妇看了一眼女儿 也咬蛇而亡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清朝时期 商水附近有个白家村 村里住着一叫白云飞的小伙 他父亲早亡 和母亲柳氏相依为命 柳氏生得貌美如花 自从丧父后 不少人上门求亲 可他为了儿子一个也没答应 家里没有男人 生活自然十分辛苦 为维持生计 柳氏一天打好几份工 怎奈白云飞是病秧子 每年看病就要花不少钱 柳氏再能赚 终究负担不起儿子的药费 恰逢当时盛行补蛇 尤其毒蛇 价格最贵 碰见好主顾 一条毒蛇 能卖进千两 当然补毒蛇有风险 一不小心就会丧命 白家村不少村民自发组成补者队 柳氏为了赚钱 不惜加入其中 不得不说柳氏捕蛇天赋极高 很快他就掌握窍门 一天下来比男人捕得都多 赚得也是盆满钵满 可俗话说的好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柳氏中在捕一条毒蛇时 不慎被咬伤 此蛇名叫九花蛇 因身上长了九朵花得名 它剧毒无比 一丁点毒液就能置十几个壮汉于死地 柳氏被咬伤了腿 等被抬到医馆时 瞳孔已经散了大半 白云飞得知母亲被咬 拖着病区飞奔到医馆 扑到柳氏身上放生痛哭 郎中拉过他 劝道 孩子 离你娘远点 蛇毒太裂他浑身都带毒 可白云飞冲耳不闻 一个劲呼唤柳氏的名字 没一会儿 柳氏眉毛动了动 紧接着睁开双眼 白云飞见状 喜极而气道 我娘活了 郎中您快给看看 郎中一愣忙过去诊脉 发现柳氏的确恢复了脉搏 他不禁感慨说 自己从医三十载 头一次见被九花蛇咬伤 还能活的人 柳氏道 哎 我是舍不得儿子 要不然可能也死了 一旁 白云飞抹了把眼泪 暗自发誓长大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 不让他再受一点伤害 不知为何 自从经历这件事 柳氏愈发美艳 比之前漂亮好几倍 白云飞的身体 也渐渐好转 在柳氏牵线下 他还跟村里 一位老木匠学艺 短短两年就能独立做活 白云飞心疼母亲 索性扛起养家重担 让母亲 留在家已养天年 柳氏没别的要求 除日常嘱咐儿子外 说最多的 便是要他赶紧找个媳妇 白云飞嘴上说好 心里却想自己一穷小子 哪家姑娘愿意嫁呢 殊不知 他用一颗善良和孝顺的心 打动许多少女的心 很快 一个叫小素的姑娘 主动向他表白 一来二去 俩人互生情愫 柳氏也十分满意他 可就在俩人即将成亲时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且说这晚 白云飞跟心上人共进晚餐 因心里高兴 遂多吃了一点 回家后 他感觉肚子有些不舒服 见母亲已睡下 索性忍着疼回房间 白云飞翻来覆去睡不着 临近午夜才有点困意 这时 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叫起来 他哀悠一声摸黑下地 直奔茅房而去 痛快方便后 白云飞刚欲回房休息 隐约间他听到院子内有俩人说话 其中一人道 你确定是这儿吗 另一人道 错不了 多年前我来过一次 可不知怎么他突然消失不见 害得我被阎望罚 一听阎望的话 白云飞心里咯噔一下 顺着茅厕门朝外看去 不禁吓得到吸口冷气 就见院内对话的两人 皆长得轻面獠牙 身材高大 一个手持铁锁链 一个拿着招魂帆 分明是阴间的鬼子 这时 鬼差拿出一本卷轴 又道 柳氏 伤水白家村人士 现已寿终正寝 享年四十三岁 另一鬼差摇动几下招魂帆 报贺道 柳氏魂来 柳氏魂来 白云飞暗道不妙 心想 鬼差手中的应当是生死伯 这二位是特意拘母亲魂魂魄回地府的 想到这儿 他抹了一把眼泪道 谁也别想伤害我的母亲 随后 他悄悄从茅侧顶离开 等迂回到院子时 看见白天干活的工具包 顿时有了主意 白云飞以极快的速度磕了一截木头 轻轻一吹 他立马变成跟柳氏一般大小 紧接着他跑进母亲房中 二话不说 拖起他朝茅侧跑去 柳氏睁开惺忪睡眼 连忙问怎么回事 白云飞指着院子道 娘 这俩鬼差是来抓你的 我利用假人顶不了多久 暂时委屈您一下 说吧 强行把柳氏按进茅坑里 原来 白云飞是想利用粪便的浊气 暂时掩盖住柳氏身上的阳气 好蒙蔽鬼差 柳氏也不言语 忍着恶臭朝门外看 鬼差则对着那假人招魂 招了好半天未果 垂头丧气道 爱 又让他跑了 另一个道 走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见鬼差离开 白云飞松了一口气 打算抱母亲离开茅策 柳氏却道 儿啊 你赶快成亲吧 娘想看你娶妻生子 白云飞以为母亲被鬼差吓到了 可谓完成母亲的心愿 他立马找小素商量婚事 小素自然没意见 当即同意 转眼间 到了二人成亲当天 白云飞骑着高头大马到小素家迎亲 行完叩拜礼 一对新人步入洞房 许是因为鬼差一事 白云飞整晚心神不宁 总觉得有事发生 于是打算到母亲房中看看 哪只刚推开门 就见到害人的一幕 只见那俩鬼差 正锁着柳氏朝门外走 白云飞面色大变 怒吼道 住手 我不允许你们伤害我娘 说吧 欲跟鬼拼命 这时 一双手从后面死死抓住白云飞 他回头一看 竟是老木匠 白云飞急道 师父放开我 我要救我娘 老木匠叹息道 孩子别冲动 你娘 其实早就死了 原来 当年在捕捉九花蛇时 就已经死了 只因放心不下白云飞 这才吊着一口气 事后他找老木匠帮忙 问有何方法能多活几年 等看到儿子 娶妻生子 再闭眼 老木匠一直暗恋柳氏 想也没想答应下来 他用尽毕生绝学 替柳氏 蒙混鬼差 因他已是死人 虽容颜不老 在其帮助下白云飞的身体 也逐渐恢复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前几日 鬼差又一次找上门 柳氏自知时日无多 虽让儿子赶紧成亲 眼下 他已没有任何遗憾 打算跟鬼差回阴曹地府 得知实情 白云飞气不成声 柳氏笑道儿啊 跟小素好好过日子 娘走了 说罢消失在原地 白云飞则朝母亲离开的方向 磕了三个响头 宋朝绍兴年间 应天府丽阳县 有一姓罗的老汉 家中世代经商 攒下不少积业 但罗老汉没有负贵命 自打接手家族产业 一直都是只亏不赚 短短几十年 便已家徒四壁 罗老汉伤心欲绝 无心在战商场 他还告诫儿子 与其从商不如读书 考取功名 未尝不可 罗元祺不敢违背父亲 一心苦读圣贤书 希望将来荣登荆轲光耀门楣 随着罗元祺一天天长大 罗老汉身体已不复从前 终一病不起 雪上加霜的是 妻子不仁守着病秧子 撇下他和儿子罗元祺 嫁给别的男人 病榻上的罗老汉十分憔悴 眼看自己时日无多 便有了轻生的念想 罗元祺每每味药石 都被他含在嘴里 等儿子走后再一股脑吐出 如此一来 病情愈发严重 眼看父亲身体每况愈下 罗元祺心中起疑 决定暗中观察一番 这日 他刚喂完要出门 转身躲在窗下观察 果然瞧出端倪 他冲进屋 扑通跪倒 哭喊道 爹 您这是干嘛呀 罗老汉老泪纵横道儿啊 爹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还是让爹去吧 罗元祺道 爹 儿子又饱读圣贤书 知道做人 首先要尽孝道 您这不是献我于不孝吗 罗元祺左劝右劝 不见父亲回心转意 他决定撒谎稳住他 道 爹 儿子已经有了心上人 正要带给你看 若您同意 我们便要成亲 闻听此话 罗老汉微微动容 浑浊双眼 再度出现亮光 一连问了好几次 见儿子不像说谎 终于露出笑模样 随后 罗元祺说 眼下那姑娘 去探望姨娘了 半月后回家 道时带来 给父亲看 罗老汉开心点点头 安抚完罗老汉 罗元祺沉重地出门 心想短短半个月 上哪找女子与我成亲呢 他边思索边走 不知不觉来到河边 这时忽听岸边有动静 跑过去一看 发现是一条周身泛红 身体硕大的锦里搁浅了 罗元祺着实被吓一跳 按道 这鱼 起码活了十年之久 快回河里吧 说完 盲抱起他扔进河中 那只刚一转身 锦里又游上岸 罗元祺见他古怪 说道 既然你不想回河里 就与我回家吧 他向附近渔民借了个水桶 装满水后 把锦里放到里面 这回他道十分听话 安安静静待在桶里 回家后 罗元祺将多年不用的木桶取出 算是为锦里安了个家 锦里一跃进到木桶 畅快地游起来 罗元祺见状道 你这家伙 真是悠闲自在 可怜的是我 半月后 若没有女子上门 恐怕爹 说道 这 罗元祺又唉声叹气 锦里跃出水面 忘了他一眼 又钻回水里 转眼半月已过 罗老汉问儿子 何时带人回家 罗元祺忙说 已经回来 正要去他家接人 他灰溜溜跑出去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按道 爱 再过半个时辰 我还没带人回来 恐怕我爹是活不成了 经过一番思索 他想出个馊主意 决定故意女子回家 先糊弄过去 要说整个城中女子 哪里最多 自然当属风月场所 于是他的跑到最先楼 与老宝说明情况 老宝道 哎呦 公子难得你一片孝心 这忙我帮定了 姑娘们出来吧 十几个姑娘 齐齐站在罗元祺身边 由于他未经人事 被骚得满脸通红 罗元祺 仔细挑选一番失望透顶 只因这些女子 风尘气息太重 一定会露线 就在他准备回去时 一个容貌绝美 气质清新脱俗的女子出现 娇羞道 不如让我帮公子吧 女子名叫飞寒 前日从外乡来的 逼不得已到此处转谋生 罗元祺眼前一亮 盲点头同意 可老宝反悔了 他深知飞寒往后注定不凡 万一跟人跑了 得不偿失 哪只飞寒竟拿出一百两银子替自己赎身 老宝见钱掩开打发 二人离开 带他们走后 他说道 这人 好生奇怪 既然有钱 何苦来这儿走一遭呢 他却没注意 揣起来的银子竟变成石头 二人回家途中 罗元祺嘱咐许多 希望飞寒能一字不差记下来 免得出错 等事成后定好好回报 飞寒玩耳一笑地点点头 到家后 二人来到罗老汉房中探望 别看他卧病不起 头脑十分灵光 怕儿子骗人静问飞寒些刁钻问题 他倒是不慌不忙 一一作答 一旁 罗元祺嘖嘖称奇 心想按照飞寒所说 俩人至少得认识多年 一些细节连他都不知道 罗老汉通过谈话 深知飞寒之书打理贤惠温柔 当即道 好姑娘 不知你可否愿意嫁给我儿 飞寒点头道 小女此次前来 也正有求亲之意 希望罗伯伯成全 罗老汉笑得何不拢嘴 连病都好一半 还说怕夜长梦多 三日后就成亲 罗元祺被弄得一脸萌 忙拉飞寒出门道 我们不是演戏吗 你为何假戏成真了 飞寒认真道 难道你不喜欢吗 罗元祺脸颊微红 飞寒笑道 那我们便真成亲吧 罗元祺本不想同意 爱于父亲只得答应了 转眼到了大婚前夜 罗元祺躺在床上思绪万千 心想一切来的都太过突然 再说自己对飞寒并无男女之情 贸然成亲真的好吗 带着如此多疑惑 他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人叫自己 顺声音寻找竟是前阵子旧的锦理 只听他道 你与他成婚会有危险 记住冻房叶把我炖给他吃 到时候自可真相大白 罗元祺猛然睁开眼睛 发现指个梦 他出门朝木桶里一看 不禁倒吸口冷气 原来锦理全身竟发出耀眼光芒 一看变质不简单 决定按照锦理的话作 次日 罗元祺嘱咐厨房一番 这才前去迎亲 不多时接到新娘 二人拜了天地后进入洞房 非寒娇羞道 夫君 我们早点歇息吧 罗元祺道 娘子 劳累一天饿了吧 我炖了鱼汤 给你喝 话音刚落 下人端着一锅鱼汤进屋 罗元祺称 一碗递给非寒 他满心感动一饮而尽 那只喝完 便忍不住哀嚎起来 紧接着化成一条足足一丈长的大蜈蚣 罗元祺吓得妈呀一声冲出洞房 蜈蚣紧随其后 口吐人言道 王我那么爱你 你竟和钱是一样 你个负心人 说完 张嘴吐出口黑气 就在这时 天空出现到亮光 一条红色巨龙冲破黑气 狠狠撞在蜈蚣身上 直接将它撞成两段当即毙命 罗元祺瘫倒在地 喊道 这是怎么回事 红龙道 我便是那条锦鲤 是我救了你 原来 罗元祺和非寒上辈子 乃是一对青梅竹马 但他并不爱非寒 反而爱上别人 他们俩的感情也不了了之 等二人死后 非寒不甘心 灵魂找到蜈蚣精 并借助他力量重生 一直等到罗元祺重生 好再许前缘 等非寒找到重生的罗元祺后 用此种方式与他结为夫妻 可人和妖结合 人势必会受到伤害 非寒却不管这些 只要得到罗元祺 哪知二人重逢前 罗元祺意外救了一条 即将化作真龙的锦礼 他看出罗元祺有难 这才决定跟他回家 之后锦礼给罗元祺托梦 要他把自己真身炖给非寒吃 好暂时压住他体内妖气 只因锦礼怕刚化成龙 气息虚浮不是蜈蚣精对手 好在蜈蚣精已经被降服了 得知实情 罗元祺岛身变败 红龙道 按理说我也要谢谢你 我本差些功德 帮助你后才化成真龙 如今我也要走了 多加保重 往后你会越来越好 说完飞向天际 自那以后 罗家生活果然有了转变 罗老汉身体逐渐康复 罗元祺也考上进士 还取一房美娇妻 生活十分幸福 清朝时期 杨武附近的马家村 有一叫马玉的年轻小伙 他从小没娘 和父亲马老汉一起生活 别看他没啥文化 却一心想要赚大钱 十八岁那年 他终于说动父亲独自到杨武发展 马玉他是肯干 加上运气好 短短三年便赚得盆满钵满 眼看腰包骨了 他心想是时候回乡接父亲了 几日后 马玉衣紧还乡 望着双鬓斑白的父亲 他鼻子一酸眼泪 差点流下来 马老汉哽咽道 回来就好 对了啊 你和韩燕打算怎么办呢 韩燕乃是马玉的青梅竹马 二人感情甚好 若非他野心大 恐怕早娶韩燕为妻 可这三年 马玉有了心上人 此人名唤小素 别看是寡妇 人却美丽贤惠 许是觉得愧对韩燕 马玉有点不太敢见他 思来想去 马玉决定去找韩燕说明白 没想到 韩燕并没提二人的事 反倒拉着马玉四处转 俩人一时兴起 玩起儿时游戏 丝毫没注意到天 已经黑了 韩燕望着变黑的天 叫道 马玉哥 咱们得快回去 你忘记七月半的事了吗 经他提醒 马玉倒想起一些事 传说 马家村后山曾是片古战场 每逢七月半 士兵的亡灵 都会出来作祟害人 后来 村民们一致决定 这天晚上都不出门 且请法力高强的道士 为每家每户贴符咒镇宅 韩燕提醒道 马玉哥快回家吧 记住谁喊你名字都别答应 说吧 二人一前一后往家跑 等到家时 马玉以乏累不堪 正想回屋睡觉 却被马老汉叫住问道二啊 他咋说的 马玉答道 韩燕没提我俩的事 只是带我逛了一圈 我也不知道 他是何意思 马老汉沉默片刻后 说道 没事就好 此日 马玉想找韩燕道别 那成想却被韩燕爹告知 他已经死了 马玉满脸不可置信到闺房查看 只见原本略微发胖的韩燕 尸体竟变得干瘦无比 对此 韩燕爹解释说 韩燕半夜听见马玉在门外喊他 遂跑出去看 许是士兵亡灵装作马玉模样 骗了韩燕 回家后没多久 他就变得十分虚弱 没等天亮人就死了 得知实情 马玉觉得韩燕因他而死 不禁万分自责 好在韩燕爹通情达理 并没追究 事后 韩燕被安葬到村郊 马玉则带着父亲回到杨武生活 日子一天天过 外家小宿从旁陪伴 他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 且说这天 马玉上门找小宿来家吃饭 刚到门口 就听到房内有水声 他见窗户虚眼 便推开一条凤网里看 只见小宿正坐木桶中洗澡 他轻拍水花 散发阵阵雾气 再配上他完美的身材 就好像天宫的仙女一样 马玉顿时鼻血喷张 忙拿手擦拭 谁知没留神 发出声音 小宿急忙钻进木桶 脸红道 好你个色狼 镜偷看人家洗澡 马玉撒鸭子跑出门 可小宿洗澡时的样子 却一直出现在他脑海 当晚 马玉辗转难眠 一想到小宿脸就发红 这时房门忽然打开 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涌进屋子 他朝门口看去 小宿轻迈倩步走进屋 坐到自己身边 马玉的鼻血又一次不争气地流出来 小宿笑盈盈道 怎么 不想看见我吗 马玉咽了口吐沫点点头 而后俩人浓情蜜意 做成好事 事后 马玉沉沉睡去 等醒来时 小宿已不知去向 这时 马老汉进屋道儿啊起来吧 你不约了王掌柜谈事情 马玉下意识朝父亲看去 不由得到西口冷气 只见他面色蜡黄 眼窝深陷 照比前天瘦了一大圈 所以问道 您怎么了 马老汉拍拍头说不知道 只觉得最近两日 一到晚上 就是睡 醒来后 就变成这样了 见父亲这般模样 马玉也无心工作 只得先带马老汉到医馆治病 好在郎中说 并无大碍 他才放心找王掌柜 等他回家十天 已经黑了 刚回到房间 就见小肃正坐床上等自己 他不禁想起昨晚的事 眼神再次迷离起来 等马玉再醒来时 小肃又不见了 他也没太当回事 寻思先看看父亲 那承想 马老汉照比昨日更瘦了 马玉吓得半死 忙道 爹 您等着 我给您找郎中去 说吧 他飞奔出家门 一不留神跟迎面走来的小肃 转个满怀 小肃怒道 好几天不来找我 还这般撞我 你怎么回事 一听这话 马玉愣愣道 什么 你难道忘记 这两晚你与我共度凉宵的事情了吗 说吧 骚得满脸通红 小肃也急忙捂住脸 说道 色鬼 我一直在家何时与你在一起 莫非你见鬼了 见他不像说谎 再结合父亲日渐消瘦 马玉不禁己被发凉 他仔细回想晚上小肃的样子 的确没了平日的矜持 这时 小肃道 你且先回家 带本姑娘晚上帮你看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当晚 马玉怀着忐忑心情躺在床上 等到半夜 小肃果然又找上门 可任凭他如何撩拨 马玉就是不为所动 片刻后 躲在暗处的小肃也走进门 二女对视一眼皆愣在原地 这时 后进屋的小肃突然掏出张黄符 狠狠打过去 只听嗷嗷两声惨叫 另外一个小肃周身散发股黑气 化成一道光 钻进马老汉房中 等二人追进屋 见他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没一会就死了 马玉跑过去抱着父亲尸体痛哭 一旁小肃 却冷冷道 你爹是自作孽 死了怨不得旁人 等平静下来 马玉转过头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又是如何看出一切的 小肃道 我没嫁人前 曾跟道姑学过几年 自打嫁人后 一直没用过道术罢了 至于变成我模样 以及害死你爹的鬼 应当是你那发小寒咽 方才 小肃利用道术尝试和鬼沟通 发现竟是死去寒咽 他说自己死那天 装成马玉 叫他的人正是马老汉 他答应后 才引来山中士兵的亡灵 马老汉这么做 是怕韩燕以后纠缠儿子 那成想 他死后不甘化成厉鬼来报复 他上马老汉的身 打算折磨他到死 可他对马玉没恨 还想趁机和他温存 遂变成小肃模样 夜夜找马玉 殊不知 每次都间接消耗马老汉经历 所以他才越来越瘦 直到这晚 事情败露 韩燕一不做二不休 杀死马老汉报仇 许是不忍见马玉伤心 故此将一切告知小肃 自己到阴曹地府投胎去了 事后 马玉将马老汉好好安葬 又为韩燕立了快杯 经过此事 他跟小肃的关系一日千里 最终结为夫妻过上幸福生活 真的要这么做吗 吴老六望着即将临盆的妻子 满脸为难道 妻子坚定道 只要我的孩子能顺利出生 谁死都无所谓 吴老六点点头 紧接着抄起一根木棍静静等待产婆 殊不知他接下来的举动 差点害死全村的孩子 明朝时期 登州以南 有个轩云村 这里雾赴民风 百姓安居乐业 这天 一个衣衫褂褛的少女倒在村口 村民纷纷围过来看热闹 却无一人上前帮忙 好在一位姓马的产婆心善 江琪就回了家 经过一番救治少女慢慢苏醒 她意识到是马产婆救了自己 当即跪倒叩谢 马产婆扶起她道 姑娘不必客气 只是你为何倒在村口呢 少女叹了口气 讲述起自身经历 她自称清侠 半年前家中遭遇水灾 从此跟着一家人四处逃难 这期间 家里人接二连三去世 只剩下自己 之后 她边走边沿路乞讨 刚到轩云村 就体力不知晕倒了 听完清侠的遭遇 马产婆动了侧隐之心 说 若不嫌弃便住下 清侠十分感动 谢道 大恩不言谢 往后 您就是我亲娘 从此 二人母女相称 清侠懂事听话 除了江家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跟着马产婆一同给婴儿接生 可没多久 她就发现一件怪事 马产婆每次接生回来 都会朝家中一面墙上画一道 等画完九十九道 便不再替人接生 相应的 村中也没人怀孕 清侠实在不解 所以问马产婆是怎么回事 马产婆道 哎 这是村子的诅咒啊 马产婆说 几百年前 轩云村有个好心产婆替鬼接生 哪承想 这鬼恩将仇报 带着鬼儿子 一同祸害轩云村 产婆一怒之下杀了鬼儿子 女鬼为了报仇 跟产婆打得两败俱伤 最终 女鬼被封印 却给轩云村和产婆种下恶毒诅咒 每年只许九十九个孩子出生 若产婆多接生一个 她就会解除封印杀光 所有新生儿 这时 有人提议说 产妇自行产子 不就行了吗 哪知 第一百个孩子死活降生不到人世 不是妖王 就是死胎 所以 轩云村向来都只有一个产婆 且每年新生儿 只有九十九个 得知实情 清霞难过道 爱 可怜那些未能出生的婴儿 马产婆道 伤心也没办法 几百年来 无数道士都拿她没辙 轩云村人 只得任命 转眼又是一年 在马产婆的教导下 轻霞也成了产婆 马产婆表示 等接生完九十九个婴儿 便将此重担交给她 那成想 就在马产婆接生最后一胎时 出了意外 这天 村西头的吴老六跑来找马产婆 说妻子要生了 建墙上 以划九十八道 马产婆道 刚刚好 你家是这年最后一个 一到吴家 马产婆就听吴家媳妇 正在屋内哀忧哀忧叫不停 猜测她羊水已破 遂进屋皆生 可当看到她肚子时 马产婆犹豫了 那肚子比普通产妇的高出一大截 即便足月大的胎儿 也没这么大肚子 马产婆猜测 吴家媳妇怀的极有可能是双生子 若真如此 这胎断然无法接生 这时 吴老六急道 您倒是快点啊 马产婆面色阴冷道 老六啊 村子的规矩你忘了吗 吴老六故作镇定道 我当然没忘 您是怀疑我妻子怀了双生子 您放心这胎只有一个 在吴老六解释下 马产婆相信了 虽放心大胆地接生 那承想第一个胎儿出生后 他突然惊呼一声 紧接着撒腿就跑 殊不知 吴老六正拎着木棒 一脸阴沉地站在他身后 彼时 清霞正焦急等待马产婆 哪知临近半夜 他也没回来 清霞实在担心 便跑到村西吴家询问 吴老六却说 两个时辰前 马产婆就走了 自己也不清楚他去哪 告别吴老六 清霞四下寻找马产婆下落 终在村口的小河边 发现他的尸体 恐怖的是 尸体肚子被人剖开 并用杂草填满 清霞健壮 眼泪夺眶而出 目吼道 这究竟是谁干的 此日 马产婆的死讯传遍全村 引得全村人来吊咽 大家纷纷劝清霞振作 他还得肩负起皆生的重担 清霞却充耳不闻 一心认为马产婆死得蹊跷 出殡当天 清霞独自跪在马产婆坟前许久 边哭边问道 娘 害您的凶手究竟是谁 您给女儿提个醒儿也行 这时 坟旁的草丛中传来沙沙声 清霞吓了一跳 捏手捏脚过去查看 那承想 原是一条足有顽口粗的母蛇 他背上有个极深的大口子 许是太疼他 使劲扭动蛇身 才发出声音 清霞心疼道 你为何会伤成这样 太可怜了 说吧 他似乎下定某种决心 掏出一小瓶血 轻轻到鱼蛇伤口上 神奇的是 那伤口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清霞惊讶道 这九十九滴新生儿的血果然厉害 原来 马产婆每接生一次 就会取走新生儿的一滴血 待混合九十九滴后便风平装好 据说此血蕴含巨大的生命力 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人都能救回来 马产婆留着他就怕遇见难产之人 万一有三长两短好用来救命 母蛇感激的冲青霞点点头消失在夜色中 清霞既拜完也回到家 由于过度劳累 他很快就进入梦乡 恍惊间他做了个梦 梦中那母蛇口吐人言道 恩公 你将大难临头 应当快快准备为妙 清霞惊讶道 此话何意啊 母蛇表示自己乃一条千年蛇腰 日前碰巧在此修炼 却被一个道行极高的女鬼偷袭受伤 他得知女鬼被封印几百年 出来后想找人试试法力 才对他下毒手 那女鬼真正要杀的 则是村中产婆和新生儿 闻听这话 清霞笃定有人破坏规矩 令女鬼破除封印害死马产婆 想到这儿 他目光忽然阴冷下来 问道 我知道放出女鬼的是谁 可眼下得先除掉女鬼再说 母蛇道 明晚子时将有一新生儿诞生 那户人家会找来找你 切记接生时 别掌灯 一切交给我 清霞点点头 果不其然 当晚村东老王请清霞接生 一进门 他便嘱咐道 老王大哥 务必得把家里的灯泉吹灭 否则会有危险 老王吓得立马照办 自时刚过 老王妻子便痛苦哀嚎起来 屋内温度也下降不少 清霞的心提到嗓子眼 这时 房梁上传来讥笑声 嘻嘻嘻 既然你们不守规矩 别怪我无情 说吧 朝清霞扑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母蛇现身死死咬住女鬼脖子 只听嗷嗷几声惨叫 他便化成一堆白骨 母蛇道 我也让你尝尝被偷袭的滋味 原来 母蛇不让清霞点灯 是为更好隐藏气息 便于消灭女鬼 此时 产妇在清霞的帮助下 母子平安 事后 清霞带人冲进吴家 果然见夫妻俩抱着双生子 揭开马产婆被陷害的事情 不过村中大多数 皆为心地善良之人 只将吴家逐出村子 最令人欣喜的乃是轩云村 不再受诅咒困扰 孩子终于能顺利出生 明朝时 秦川附近有一灵台镇 镇里有位姓许的富豪 他老来得子 年近四十 才跟妻子有了女儿曼玲 许富豪带女儿极好 反曼玲提出的要求 只要他能办到绝不含糊 曼玲容貌绝美 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除此之外 他还酷爱骑马 多年来许富豪为讨女儿欢喜 没少送宝马良居 在曼玲十六岁生辰时 许富豪特意托朋友 从西域买回一体宝马 此马名为追云 据说可日行一千夜行八百 珍贵无比 曼玲甚爱追云 常常到城郊马场骑马 说起城郊的马场 乃富家公子和小姐常去之地 曼玲一到这儿骑马 便有不少公子来一睹美人风采 一来二去 曼玲认识一位叫白天宇的公子 此人是白园外的独生子 相貌英俊也喜爱骑马 二人时常约着一同赛马和赏马 日子一久他们擦出爱情火花 并在双方父母撮合下结为夫妻 起初二人恩爱有加 感情十分要好 可不到半年曼玲发现 白天宇特别爱玩 整天流连烟花之地 与不三不四的人饮酒作乐 为此他时常发脾气 可每次都被白天宇几句甜言蜜语劝住 曼玲恨丈夫花心 更恨自己心软 正当不知如何是好时 一个好朋友给他提了个醒 朋友说 他丈夫也如此 可当他生馅子后 丈夫好像变了个人 整天身居简出 留在家里陪孩子 连夫妻感情也更上一层楼 由此可见 男人有孩子后才会成熟 曼玲一听 觉得十分有道理 所以决定跟白天宇生一个孩子 借此挽回他的心 且说这晚 曼玲依偎在丈夫的怀中 道 眼下我年方十八 正是孕育儿女的最佳年龄 不如我们要一个孩子吧 白天宇微眯的双眼 陡然睁开 惊道 你说什么 这有点不妥吧 玄疾含糊解释说 他们年纪尚浅 不如过几年二人世界 再孕育子女不迟 曼玲鼻子一酸 眼泪不争气往外流 他飞快穿好衣服 到马鹏牵来追云马 拍马急迟出家门 白天宇见状 立即骑马追了上去 可他的马太普通 如何能赶上追云马 很快他就看不见妻子的踪影 白天宇边找边喊道 曼玲 你在哪里啊 大约寻找了两刻钟 终于在城郊树林中 看见妻子 曼玲样子很奇怪 他缩在一块石头下 瑟瑟发抖 嘴里不知捣咕些什么 追云马也不知所踪 白天宇试着呼唤妻子姓名 曼玲缓抬头 见丈夫来了 尖叫道 快带我回家 说吧 他跳上白天宇马背 二人飞奔回家 曼玲一到家 便裹紧被子不说话 白天宇索性不再多问 此后 曼玲一直沉默不语 每当白天宇问那晚发生什么时 他情绪都十分激动 直到半个月后 才稍微缓和一点 这期间 白天宇倒很贴心 一直陪在妻子身边哪儿也没去 这天 嘉宾火急火燎地进屋 偷偷在白天宇耳边低语几声 白天宇听完痛哭道 怎么会这样 一旁 曼玲问道 怎么回事 白天宇解释说 前一晚 他发小不幸暴毙身亡 眼下发小家传信 让他参加葬礼 曼玲忽然紧张起来 忙问发小是男是女 当听到丈夫说是男人时 曼玲的心放松下来 他道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白天宇点点头 没一会儿 夫妻俩来到发小家 白天宇一见棺材便扑通跪倒 边哭边磕头 曼玲则从旁安慰丈夫 他下意识朝棺材看去 只见棺中尸体突然坐起来 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用死鱼般的眼睛死死盯着曼玲 沙哑道 孩子 我的孩子 曼玲吓得嗷嗷惨叫起来 并朝门外跑去 众人一愣 忙追上去拦住他 这时白天宇抱过妻子问道 怎么了 曼玲哭道 你发小刚刚坐起来了 白天宇道 你一定是看错了 他不是好好躺在棺材里吗 曼玲将信将疑地走过去看 尸体果然纹丝未动 心里暗道 难道真是我眼花了 此后半个多月 曼玲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 每晚都说家里有鬼盯着他 不仅如此 他的肚子一天天增大 且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 白天宇非常担心 遂找郎中替妻子诊治 郎中号完脉露出一抹喜色 抱拳道 恭喜白公子 你妻子已有八个月身孕 为何才诊脉呢 白天宇吓了一跳 心想俩人成亲不过七个月 这八个月的身孕从何而来 他又回想起曼玲非想要孩子 意识到妻子可能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白天宇厌恶地看了曼玲一眼 转身离开 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曼玲肚子虽越来越大 身体却每况愈下 短短几天就瘦得不成人形 一会哭一会笑 样子十分吓人 白天宇意识到妻子很可能中邪了 急忙又找道士 道士一见曼玲 便因沉道 使有鬼要借负生子 白天宇一头雾水 遂问怎么回事 道士甩出一张黄服帖于曼玲身上 道 等他醒来自可知道一切 没一会儿 曼玲缓缓醒过来 白天宇急道 快告诉我 是不是那晚发生什么事 你才变成这样 曼玲点头道 对 一切都是我的错 原来那天晚上 曼玲心中有气 所以骑马速度极快 哪知半路上 突然走出一个孕妇 曼玲来不及勒住缰绳 直接将孕妇撞飞 等她下马查看时 孕妇已经死了 由于太害怕 曼玲索性放掉追云马 并草草埋葬了孕妇 起料孕妇没断气 拼命喊 救救我的孩子 她还有两个月就出生了 曼玲吓得魂飞魄散 顾不得救人撒腿就跑 后来 她便被骑马追来的白天宇 接回了家 孕妇则在痛苦中死去 她心存不甘化成厉鬼 并一直缠着曼玲 其实那天葬礼 正是孕妇为吓唬她搞的鬼 孕妇生前唯一心愿 便是孩子顺利降生 遂将腹中死胎 转移到曼玲腹中 可活人一旦怀鬼胎 会被吸干阳气 等胎儿出生人也活不成了 得知实情 白天宇懊悔道 若不是我 你也不至于做下错事 说吧 问道士可有解决之法 起料曼玲道 我愿意把孩子生下来 我欠那孕妇的 你能答应我好好照顾她吗 白天宇哭着点点头 事后不久 曼玲生下一个男孩 可他也因戾气耗尽而死 白天宇帮妻子安葬好孕妇后 便独自带孩子生活 一生没再娶妻 王孝妍回到厢房 已是半夜 小和尚从外面锁住门 好像不愿她离开房间 好奇心驱使 王孝妍跳上房梁 顺着房顶逃了出去 下一秒她便看到 骇人一幕 不远处 七个和尚跪在月亮下 领头和尚割开一女子的喉咙 血净鬼异地挑向天空 当月亮渐渐变成血红色 他们各个面露兴奋 东东磕着响头 宋朝年间 陆河有个叫王孝妍的小伙 他自幼丧母 和父亲王老汉相依为命 王老汉乃是当地捕头 多年来破获无数大案 因年事已高 遂想让儿子代替他到衙门任职 王孝妍没少听父亲讲抓差办案的事 耳濡目染之下 自然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恰逢上任石鹿和发生凶案 他仅用三天就破了案 深受县令赏识 随着王孝妍案子越办越多 人也愈发浮躁起来 仗着县令撑腰渐渐变得目中无人 王孝妍在城中最好的酒楼包场 打算招待外乡来的好友 掌柜的咧咧嘴 心想之下的少赚不少钱 碍于王孝妍身份特殊 只好勉强同意 几人连喝三天三夜都没走 掌柜的急了 劝说他们尽快离开 自己还要做生意 王孝妍一听木火中烧 直接掀翻了桌子 将酒楼砸个稀巴烂 掌柜的哭天抹泪到衙门告状 一众百姓也纷纷联名上告 县令怒不可遏 命人狠狠打王孝妍五十大板 并收押进大牢 王孝妍从小被人捧着 哪里受过罪 没几天身体便吃不消 遂叫狱卒给县令通个气 看看可否放他出去 狱卒道 你还是省省心吧 县令大人烦着呢 哪有功夫管你 原来王孝妍喝酒这几日 城中发生件大案子 一少妇离奇失踪 闹得人心惶惶 王孝妍眼珠一转 心想自己若帮衙门破了案 不就等于戴罪立功了吗 遂道 快给县令传信 就说七天内我定能破案 狱卒也知道王孝妍的厉害 盲禀告县令 片刻后 王孝妍被带上堂 县令阴沉着脸道 你小子推 不是东西 仗着我抬举你 竟敢胡作非为 就给你七天 若破不了 按我就关你三年 王孝妍坚定道 您放心吧 次日 她便到失踪女子家了解详情 据女子丈夫说 前几日她回娘家探亲 此后就没了踪影 丈夫到娘家找妻子 却被告之人 早就走了 眼看一个大活人不见 两家人齐齐到衙门报案 听完后 王孝妍心想 两家人断然不能说谎 准是女子往返途中出了岔子 可怪就怪在 她将女子路过的地方问遍了 钉点线索没有 转眼三天过去 王孝妍有点荒寻四人能去哪呢 次日 王孝妍又搜寻一大圈 可惜仍毫无头绪 临近天黑她 漫无目的往家走 碰巧走到城郊 一座寺庙门前 暗道 我不如求求佛祖 看她可否能帮帮忙 一个小和尚迎上来道 施主力临本寺 有何贵干 王孝妍道 我来给佛祖上炷香 小和尚点点头 随后引她到一座大殿 碰巧一老和尚正在大殿打坐 王孝妍问小和尚这是何人 她道前几天老方丈圆祭 这是我们的新方丈 王孝妍闻言 眉头皱成穿行 原来 王孝妍儿时隔三差五就会来这儿玩 跟老方丈交情颇深 老方丈乃得到高僧 身子骨硬朗 怎么突然去世了呢 王孝妍跪在佛祖面前 扣了三个响头 余光无意撇向方丈 发现她也在看自己 心中不惊 微微惊讶 暗道 这方丈绝对有问题 得想办法 借宿一晚调查看看 紧接着王孝妍 哀呦哀呦叫个不停 方丈关切道 施主 您怎么了 她说好像吃坏肚子得上烫毛房 王孝妍跑时好几趟 最后无奈道 方丈大师 小子腹痛难忍实在无法下山 可否借宿贵司一晚 见王孝妍 不向说谎 方丈安排小和尚打扫间相防 并嘱咐道 施主 晚上安心睡觉就好 切莫四处乱跑 王孝妍点点头 小和尚扶王孝妍来到厢房休息 随后 守在门口病时不时 趴窗偷看 确认他睡着静降门从外锁住 王孝妍陡然睁眼 爬上房梁后 捏手轻脚拨开几块瓦片 顺着房顶逃出厢房 四处巡视一番 发现整座四镜悄悄的全无一个人影 这时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王孝妍过去一看 只见七个和尚政 抬着一女子朝后院走去 七人齐齐坐在月亮下 领头和尚面无表情地割开女子喉咙 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 血液化成一道血雾升腾而起 天边的圆月竟变成血红色 七人兴奋地连连磕头 嘴里捣咕着惠莫如深的蝉鱼 方丈缓缓走出来贪婪地吸收月光 大约一刻钟血月消失 方丈抖擞几下一袖 一道道黑气扩散出去 不远处王孝妍脑袋一阵炫运 也跪倒冲方丈磕头 这时 王孝妍重重摔倒在地上 脑袋也瞬间清醒过来 起身一看身边站着小和尚 隧道 我方才是怎么了 小和尚道 你受蛊惑了 若非我推你 恐怕你要跟他们一样了 王孝妍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为何没事 小和尚叹息道 哎 我就是老方丈 实不相瞒本寺遭了大难 事情要追溯到半月前 老方丈就个外乡和尚 不料他是千年狐妖所变 趁老方丈一时疏忽 将其打死霸占方丈之位 老方丈死后灵魂未灭 并附在小和尚身上 狐妖利用妖术蛊惑其余和尚为他效力 恰逢十五月圆之夜 狐妖命和尚抓女子尽死 用其血以隐月光柱自己修炼 未免遭反噬 他还迷惑七个和尚拜月 将罪孽平分到七人身上 小和尚体内有老方丈的灵魂 虽没被蛊惑 可他不是狐妖的对手 好在王孝颜来借宿 虽打算求他帮忙 因怕暴露身份 小和尚装作被蛊惑 将王孝颜锁进屋中 哪成想 王孝颜逃跑竟看见拜月那一幕 多亏小和尚及时出现 否则他也得受蛊惑 得知实情 王孝颜问道 难道没有办法阻止狐妖了吗 小和尚道 有办法 在他房间供奉一个香炉 里面装着佛家至宝舍利子 一会儿我来拖出狐妖 你去拿舍利 随后 俩人悄悄来到狐妖房门口 起料 狐妖已经察觉 变成一只大狐狸 口吐人言道 敢坏我好事 我要你们的命 说罢扑了过去 与此同时 好几十个和尚冲出来 将二人团团围住 小和尚急道 你快去 王孝颜躲过包围 顺利闯进屋中 他一眼就看见香炉 不过眼下 有好几个和尚围了过来 他一咬牙摔碎香炉 舍利竟飞上天空 下一秒 佛光大盛 和尚们渐渐恢复清醒 紧接着舍利重重砸在狐妖身上 只听熬一声 他摔倒在地 慢慢没了生机 事后 老方丈灵魂 奔往西方极乐世界 小和尚成了新方丈 王孝颜 则带着女人 尸身回衙门复命 因她破案有功 限令免去对她的责罚 不过经过此事 王孝颜一心为民请命 再也没做过出格的事 清朝时期 蓝阳有一个叫南乐的少女 她自幼便是孤儿 靠吃百家饭长大 南乐十四岁那年 阴差阳错被城中苏富豪收作义女 人生就此改变 说起苏富豪也是苦命人 他妻子早亡 天下女儿跟他相依为命 可惜女儿十七岁时 因一场意外去世了 苏富豪伤心欲绝 从此一蹶不振 许是老天爷可怜苏富豪 让跟其女儿容貌极为相似的 南乐出现 也算变相弥补她的遗憾 苏富豪视南乐为掌上明珠 妇女感情极好 可惜这一切 却被一封奇怪的信打破了 这日 家丁匆匆来禀 说有一封寄给南乐的信 他拆开一看不禁大惊失色 信是从陈流寄过来的 写信之人自称南乐大伯 信中说他现已病入膏肓 临死前 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侄女一面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他名下还有间大宅 也希望南乐来后一并继承 苏富豪面色微变 问南乐是否去陈流 他答道 我从小最盼望的便是有亲人 所以这一趟我必须去 苏富豪怒道 我白仰你了 你若出这门 我们妇女恩断一绝 南乐听完泪如雨下 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转身离开 几经辗转南乐来到陈流 可等他到大宅时 屋里只剩一个管家 管家说主人已去世 家里下人全被遣散了 只留下他守在这儿等南乐 说吧掏出一串钥匙 也收拾行李离开了 南乐打算卖掉宅子回蓝阳 可转念一想 回去后苏富豪 未必能接受自己 思来想去 他决定留下重心生活 可没过两天 南乐便发起愁来 原来伯父除了留下一间宅子外 没留一分钱 意味着南乐必须赚钱维持生计 可他乃柔弱少女 坚不能扛手 不能提如何赚钱呢 这时 他忽然撇向宅内 按道 宅子总共五间房 我只住一间 不如把其他的租出去 当收租婆 此日 南乐写了许多招租告示 贴满大街小巷 没多久 便有人上门询问 来者是一个身高八尺 英俊潇洒的书生 他说想找一个地方读书 钱无所谓 只要清静就行 南乐道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绝对清静 书生满意地点点头 顺利入住大宅 望着风神俊朗的书生 南乐脸颊 微微泛红 心想 二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说不定会擦出爱情的火花 哪知他刚幻想两天 书生竟吵着搬出去 南乐问 怎么回事 书生颤声道 这房子闹鬼 书生表示 晚上读书时 常常会听到怪想 顺声音寻找 居然看见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 可一转身 他又不见了 起初他以为眼花 直到一连三天皆是如此 才确定宅子闹鬼 南乐满脸不可置信 问道 你在哪看到了鬼 书生指着门外花坛道 就是那儿 我劝你赶紧赶走吧 别被鬼害死 说吧 急匆匆搬行李离开 出于好奇 南乐绕着花坛走了几圈 未发现任何不妥 不禁暗道 难道是他骗我 眼看第一个租客搬走 南乐难免有些失落 好在几天后 又有人上门求租 这回来的租客 乃是一家三口 一对年轻夫妻带个孩子 南乐想也没想 就同意三人入住 那只几天后 一家三口也说要搬走 理由跟书生一样 宅子里晚上闹鬼 南乐也开始害怕了 心想难道宅子中真有脏东西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搬走时 却迎来了第三位租客 此人是位年迈体弱的妇人 他主着拐棍问道 姑娘 宅子还租吗 南乐道 老人家 这房子闹鬼 您也愿意住吗 老妇笑道 鬼不可怕 人才可怕 好姑娘 能否帮老婆子搬搬行李 南乐点点头 老妇走进宅子四处寻室 可就在走到花坛时 他突然惊声尖叫道 快来看看 这是什么 南乐忙跑过来 哪只刚俯下身子 老妇便举起拐杖狠狠朝他脑袋打过去 见南乐晕倒 老妇露出一抹冷笑 手中的拐棍忽然变成一把铁锹 他随意挖了几下花坛 竟露出一条涌道 等南乐再醒来时 发现正身处一间黑屋 手脚全被绑起来 老妇面无表情地坐于对面 南乐问道 这是哪里 老妇道 说出来怕你不信 这是你家大宅下面 南乐又道 你是谁 到底想干嘛 老妇面色变得极为猙獰 超齐把刀饿狠狠道 姑娘 莫怪我心狠 要怪就怪你那姓苏的爹 原来苏富豪和老妇本是盗墓贼 多年前老妇儿子患病身亡 正在他伤心欲绝时 苏富豪说自己找到一座古墓 里面有一种叫返魂箱的东西能让人死而复生 老妇眼前一亮 答应他一起下墓 二人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墓穴最深处 并且找到返魂箱 事后 老妇拿走返魂箱 苏富豪拿走无数金银财宝 哪知老妇得到的返魂箱 并不能让人死而复活 遂找苏富豪理论 苏富豪表示 自己也是道听途说 并不知道真假 于是二人起了争执 老妇扬言 一定会杀了苏富豪女儿 未借在天之灵的儿子 苏富豪起初不信 直到女儿离其死于密室中 才悔不当初 多年来 苏富豪一直暗中调查女儿死因 可不论怎么查 都搞不清老妇到底怎么进屋的 却不知真相很简单 老妇是一个盗墓贼 挖地道是他的强项 他悄悄挖到女儿床底 在夜里将他杀害 事后 利用特殊手段堵死地道 做成跟原来的一样 当老妇听说苏富豪认了一位义女时 他又将竹意打到南勒身上 并利用同一种方法 在宅下挖地道 书生和一家三口看到的鬼也是他装的 目的是怕几人打乱他的计划 解释完一切 老妇用刀抵住南勒搏梗 道 怪就怪你爹吧 哪知 南勒不弄反笑道 哈哈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吗 你离我这么近 正合我一呀 说罢 飞速打开手铐 夺过刀刺穿老妇胸膛 老妇难以置信道 你到底是谁 南勒撕下面皮 露出苏富豪的脸 说道 你怕是忘记我的实力了吧 身为盗墓贼的苏富豪生平 两样绝学 一是开锁 二是缩骨易容 其实 女儿死后他就已知晓其死因 为保护南勒安全 他特意布下这大局引老妇上钩 事后 苏富豪重回蓝阳 找到真正的南勒 妇女俩再没分开过 清朝乾隆年间 高纯县有一姓杜的富豪 祖上世代经商 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八代了 杜家祖训有云商谷之术 传男不传女 也就是说 若生下女子 没办法继承家业 因此 杜富豪娶妻后 最大愿望 便是盼妻子 能为其生个儿子 只可惜天不从人愿 妻子刘氏 第一胎生下女儿一停 杜富豪抱着孩子 苦笑道 爱 为何不是儿子呢 不如再生一个 刘氏嘴上答应心中不悦 寻思我刚生完遍 要我再生 当我是老母猪吗 刘氏心中带着怨气 自然不易受孕 后来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一不小心滑掉了 郎中为其看完 说 往后只怕都怀不上孩子 杜富豪文言如遭雷击 哭道 难道天要绝我度家不成 这时 他一朋友劝道 老兄不如另耐一房小妾 让小妾为你生孩子 杜富豪摇头道 不妥 杜家与刘家世代联姻 祖上也没耐妾之说 若我那妾怕伤了人心 为今之计 只得培养女儿了 杜富豪如意算盘打得好 他想让一婷学习琴棋书画 好成为才女 再借此选夫招赘个女婿入杜家 等女儿生了儿子改姓度 到时候再尽全力培养孙子 令他意外的是 一婷根本不爱琴棋书画 反倒热衷商贾之道 杜富豪虽瞧不上女人经商 却也十分惊讶女儿天赋 他小小年纪便精通商道 几个赔钱铺子在他经营下 全部起死回生 此等奇才生于杜家 简直是幸运无比 转眼间 一婷已长大成人 杜富豪虽知女儿厉害 却希望他嫁人 早日生下孙子 一婷闻言 怒道 爹 难道在您心中 女儿仍不如男人吗 杜富豪也怒道 哼 单凭你这女儿身 便没资格继承家业 还是趁早嫁个好男人 为家里开枝散业 正在妇女争吵不休时 刘氏进来说道 老爷 我看不如这样 我一族兄的儿子 刘破天年纪与女儿相当 不如撮合他们结为夫妻 族兄还同意孩子改姓度 杜富豪心想 既然刘氏一族没意见 那么自己有何拒绝理由呢 当即拍板定下此事 就这样 可怜的天之娇女 要嫁给个素未谋面的男子为妻 不日婚期已至 等到洞房夜 逸婷才看清流破天真容 只见她矮小无比 面容丑陋 活脱脱一个夜叉 逸婷一怒之下 搬起被褥到书房休息 只留下气得满脸通红的流破天 此日清晨 逸婷找到母亲 质问道 娘 这就是你为我找的夫君 你知道她长什么样吗 刘氏道 看人不光要看外表 还要看内心 别耍小性子 好好过日子 见母亲一脸风轻云淡 逸婷咬着牙离开 心想要我好好过日子 我便过给你看 自那以后 逸婷三天两头外出经商 即便回家 也对丈夫不闻不问 久而久之 杜富豪看不下去 大骂女儿一番 还说要她尽快怀上孩子 否则断绝妇女关系 一婷害怕父亲 只好同意 不过一婷和丈夫丝毫感情没有 何谈生儿育女呢 她表面和流破天睡一个房间 其实让她睡到地上 后来 一婷想这么做 总不是办法 于是她想到个好主意 不久后 一婷又以外出经商为由出门 实则想寻找个称心如意的男子行夫妻之礼 等她有了身孕后再回来 就当是和丈夫的孩子 那只寻了小半个月也没找见 正当她垂头丧气 要打到回府时 一个英俊无比的书生出现了 且说这晚 一亭行至一处小山村 这时天空飘起雪花 不禁暗骂一声晦气 她从小便有雪盲症 随着雪越下越大 已经渐渐看不清前路 就在她举步维歼时 一个人突然拉住她的手 朝个方向狂跑 不多时 一亭随那人跑入一间客栈 只见她轻轻抖落衣襟上的雪 露出如美玉般的面庞 不禁看得她微微失神 那人自称白云山 乃是一介书生 途经此处恰巧看见一亭站在雪里 便猜到应该遇到困难 这才拉着她来到客栈 紧接着白云山又躬身失礼道 抱歉 在下刚才一时情急 拉了夫人的手 一亭面颊微红道 这怎能怪先生呢 我自幼患有雪盲症 若非先生 只怕会被冻死 说完 一亭找到殿小二 特意要了两个紧挨的房间 又要了不少好酒好菜 不多时 酒菜上其二人推杯换盏 兴起之余 白云山笑道 大雪之夜 能有如此家人陪伴 不枉此生啊 她聚目盯着一亭 又握住她的手 正欲有下一步动作时 突然清醒过来 说了声抱歉便要离开 那只 一亭竟顺势缠绕住白云山脖梗 将其拉到床边 她心想送上门的机会 还能放过 于是二人开始宽衣解带 就在这时 白云山眼睛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抄起腰带 狠狠勒紧一亭脖子 她惊恐睁大双眼 挣扎几下 便没了呼吸 见一亭已死 白云山阴冷地笑几声 随后将一亭尸体 吊在房梁 自己则顺窗户逃跑了 三日后 一亭死讯传回杜家 杜氏夫妻见女儿死了 老泪纵横 盲问 随官差来的殿小二怎么回事 殿小二道 那夜店夫人和一个 郡书生进入房间 次日夫人便自尽了 这时 刘破天走过来哭道 一亭啊 纵使你不爱我 也不应该为外面的野男人想不开啊 杜富豪文言心中不悦 怒道 即便我女儿不爱你 她也不会做出不知廉耻的事 刘破天辩解道 事实如此 自不必多说 虽说 二人未能争论出结果 坊间的传闻 却是一亭 求爱为果上吊自尽 一时间 杜家生育一落千丈 产业也大幅度缩水 雪上加霜的是 刘破天欲要杜家赔偿 扬言若不拿出一半产业 就要其吃不了兜着走 杜富豪文言 想要妻子帮忙劝说一番 可臣是咬定 是女儿责任 自己也无可奈何 杜富豪无奈 只得同意半月后交出产业 令人意外的是 交易当天事情出现了转机 转眼到了交易这日 刘破天胸有成竹地望着杜富豪道 岳父大人 快快兑现您的承诺吧 杜富豪不仅不慢喝了口茶 说道 不急 给你之前 容我给你介绍个人 说完拍几下手 两个下人竟压白云山过来 刘破天瞳孔微缩问这是何意 杜富豪道 难道你不认识他吗 刘破天摆手说根本不认识此人 杜富豪冷冷道 让我来告诉我你 他便是你派去杀我女儿的凶手 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好妻子陈氏 都说虎毒不似子 看来女儿在你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事情还要以往说起 多年来两家虽然一直联姻 但陈家一直极度度家繁荣 于是派陈氏作为奸细嫁进度家 陈氏本想利用生女儿断送度家财运 那承想一庭天资聪慧 丝毫不亚于男子 便决定害死女儿 彻底击垮度家 陈氏故来江湖骗子刘破天 和一庭成亲 利用他丑陋面容 分崩二人感情 再诱导一庭另寻男子 果不其然一庭一步步掉落圈套 最终落得个身死名誉 近毁的下场 他本以为计划无懈可击 却未料到一庭死后 竟给杜富豪托梦告知真情 杜富豪利用蛛丝马迹抓住白云山 替女儿洗脱冤屈 之后 白云山对罪行共认不讳 陈氏和刘破天也只好跟着认罪 三人一起被送进大牢 接受应有惩罚 事后 杜富豪贪坐一庭坟前气不成声 说道 女儿 爹以你为荣 话音刚落 坟前忽然泛起一道金光 陈氏和拉坟前还有